高血压不过是痰堵住了轻窍,化痰吸风,血压自然就降了。 在我还没学中医的时候,看着家里的长辈上了年纪,出现高血压的问题,吃上降压药,血压很快就控制住了。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,血压慢慢的就控制的不是那么理想,只能加大药量,或者是合并用药。 每天这药那药要吃一小把,还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。 当时我就想,这高血压就没有别的办法吗?只能这样一直吃降压药吗? 直到后来我学了中医才知道,其实很多人的高血压不过是因为痰堵住了轻窍。 中医没有高血压这个病名,它属于中医眩晕病的范畴, 因为血压高的时候,人往往会感觉头晕头疼,天旋地转。 有的人是感觉脚底下像采了棉花。 其中有些人除了头晕,还总是感觉很累,不想动,胸闷,恶心,不想吃饭。 一到晚上就睡不好觉,梦很多,大便比较粘腻,整体身形比较肥胖,脸色发黄,看起来就很虚。 伸出来舌头一看,舌体往往比较胖大,舌苔比较厚腻。 这种人的高血压就跟弹食有关,平时饮食不注意,饮食上比较偏爱油腻辛辣的食物, 也就是中医讲的肥肝后胃,超过了脾胃的运化能力就容易损伤脾胃。 脾胃损伤伤以后,运化水液能力减弱,就容易形成弹食。 弹食是会流动的,它引动肝风,风弹往上,影响轻翘,就导致眩晕,也就是高血压了。 针对这种正型的高血压,有一个方子叫做半夏白竹添麻汤,方中用半夏和添麻化弹西风。 这两味药主要来解决标的问题。 芙苓和白竹能够健脾立湿,杜绝了谈湿再次产生意在治本。 陈皮话谈礼器,既能够健脾又能够话谈,还能够礼器来平息甘风。 后面加上甘草生姜大枣,补益中焦,强健脾胃。 全方简单的几味药,标本监制,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。 所以啊,很多人说中医不能治病,只能补补身体,调理一下。 其实呢,我们就是在捧着金饭碗要饭,总觉得自己的东西不行。 不是中医不行,而是你不相信,或者你没有遇到好的中医,总是觉得别人的东西好。 感谢观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